第二个问题 马来西亚莲花礼金水 供养过的水果 参与没供养过的水果 搅成果汁 能活再次供养 供养过的水果跟没有供养过的水果 把它合起来搅成果汁 可以不可以再次供养 那么麻烦干什么 供养过的你要搅成水果汁 你就自己喝辣吧 对不对 没有供养过的水果 你搅成果汁当然可以供养 你为什么要分在一起呢 那莫名其妙嘛 你这个问题 你自己找麻烦吗 像失忆症的 供养过的水果 他已经忘掉 忘掉有没有供养 那你要用果汁供养 你就用果汁供养 你要用水果供养 你就水果供养 分开来供 但供养过的水果 当然不能再供养啊 难道你吃过的 你也 你也拿来供养吗 供养过了嘛 对不对 你就是这个问题而已哦 供养过的水果 跟没有供养过的水果 搅成果汁 能活再次供养 好啦 我问你 别人吃过的水果 你要不要再吃 这个还要问 我问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